很多感情总是莫名其妙的就结束,让男人措手不及防 但是其实如果你能够仔细认真一点,就会发现 其实如果女人想要跟你分手了,它是会有很多细微的表现出来 如果女人在相处中对你说这三句话了,那么说明她已经不爱你了,分手是迟早的 1.你看看人家男朋友,你再看看你 说实话,女人如果爱一个男人,那么男人在她的心里就会是最好的,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比不上的 如果女人在生活中开始对你不再耐心,开始拿你跟别的男人比较,说你不如别的男人 那么她应该是对你太失望了,而分手她早晚会给你提出来 2.你能不能别烦我 男人对女人来说是依靠,也是资助,没有几个女人是不依赖男人的 如果女人在和你相处的过程中,忽然就开始对你很冷淡,开始疏远你,并对你说你能不能别来烦我 那么她可能是真的不爱你了 因为如果爱,你的烦在她眼里就是爱她的表现 3.我想我们需要冷静一段时间 情侣间吵架闹矛盾是很正常的,但是有矛盾就要说出来解决 两个人这么亲密,并不需要什么藏着椰子,憋在肚子里 如果女人在吵架后就说想要冷静一段时间,那么她的意识就已经很明显,是想要和你分开了 如果女人真的不爱你了,那么你就不要挽回了,没有用的 好去好善就对你对她都好,过好当下,做好自己,相信幸福离你不会很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